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工研院旗下E-T&R预测团队近日表示, 2024年,台湾半导体产业产值有望首次突破5兆元新台币大关, 预计可达5.1134兆元,增长17.7%。 该机构表示,这一增幅优于全球半导体增长率13.1%的预测。 机构称,随着市场环境改善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 预计2024年,台湾制造业产值将增长6.4%, 很多受到人工智慧、AI需求驱动。 对于2024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工研院持乐观态度, 主要因为全球通膨降温,就业市场趋于稳定,消费力回升, 以及产业界库存调整,大致完成。 关于半导体细分领域的预测,工研院预计, 2024年台湾IC设计业将增长15.1%, IC制造业也会因为先进制程产出持续提升DRAM价格回升, 今年增长20.2%, IC封测行业则受惠于换机需求与高阶封测需求增长, 今年有望增长11.4%。 该机构提醒,全球各国财政支持政策退长、地缘紧张、气候风险、加剧等因素, 将持续对全球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仍需审慎留意看待。 与此同时,台积电十大客户名单于近日被公开, 外界猜测为2023年全年数据。 名单显示,第一名的苹果、Apple占台积电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风头正盛的挥达,NVIDIA则预升至第二位。 具体来看,苹果占台积电25.18%的全年收入, 挥达则占据10.11%。 除了苹果和挥达之外,台积电十大客户还包括 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AMD超微、 联发科、MediaTek、英特尔、Intel、索尼、 Sony、麦威尔科技、Marvel和亚马逊、Amazon。 其中,博通和高通均占6.45%的收入, AMD和联发科分别占5.54%和5.21%的收入, 英特尔占据3.91%的收入, 索尼、麦威尔和亚马逊的收入占比均未超过2%。 不过,有业内人士对于这一客户名单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他表示,苹果和挥达的排名和数据是对的, 但其他客户全部有错。 该人士进一步指出, 比特大陆和安纳普尔纳可以排进台积电的前十大客户当中。 而麦威尔对台积电的收入贡献很小, 前二十都进不去。 此外,在收入比例方面, AMD比博通和高通大很多。 最新数据显示,台积电5月销售额同比大幅。 据媒体预测, 进入AI快车道的挥达在台积电的客户名单中会变得越发重要。 据了解,台积电在5月份的销售额实现了显著增长。 达到了2296亿新台币, 约合71亿美元, 同比增长30%。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工智慧需求的激增, 以及部分消费、电子产品的复苏。 作为全球最大的合同晶片制造商, 台积电受益于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慧服务的竞争加剧。 公司为挥达生产半导体, 并将其出售给微软和OpenAI等公司。 这些合作关系推动了台积电的销售额大幅上升。 此外, 今年前三个月, 全球智慧型手机销量也从长期低迷中逐渐回升。 这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对行动晶片的强劲订单预期。 台积电的业绩表现反映了市场对高效能晶片的强烈需求, 特别是在人工智慧和行动装置领域。 台积电的成功不仅展示了其在技术和生产能力上的领先地位, 也表明了全球市场对高阶晶片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未来, 随着人工智慧和其他新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台积电有望继续保持其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另外, 美银证券发表报告指, 随着苹果宣布推出个人智慧系统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慧, 以及2024年Computex带来的推动作用, 该行认为预示半导体组件含量增加。 报告指, 台积电为人工智慧发展的主要受贿者和推动者。 考虑到更强劲的AI需求和更好的产品平均售价前景, 对其2024至2026年盈利预期上调1至3%, 并将目标价由160美元上调至180美元, 重申买入评级。 台湾工商事报近日则表示, 由于三星2022年6月率先量产的300米GAA工艺不是特别成功, 良率不佳, 首个300米工艺节点SF3E应用范围不够广泛, 起初仅用于加密货币, 后来自家Exynos 2500晶片良率也未达标。 另外,谷歌Tensor处理器都由三星打造, 然而Tensor G4仍采用三星4nm制程。 在此背景之下, 科技巨头纷纷转向了台积电怀抱, 导致台积电3nm产能供不应求。 这是一个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好的消息, 供应链方面日渐表示, 台积电打算提供旗下先进工艺的价格, 比如3nm工艺。 这意味着, 未来采用3nm工艺的产品都将会把这部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此前消息显示, 台积电3nm工艺已经被苹果、高通、 辉达和AMD瓜分, 并且排期已经排到2026年。 台积电3nmF1T制程目前在业内占据绝对霸主地位, 但由于产能供不应求, 上游IC设计公司已经开始传出涨价消息。 这意味着, 从台积电涨价开始, 这些品牌旗下的产品会进一步调整价格, 比如马上将要发表的iPhone 16系列、 RTX50系列显示卡、 高通、 英特尔和AMD的处理器产品。 从时间节点上看, 今年下半年上市的产品可能会提高售价, 特别是高阶产品。 据悉, 全球七大科技巨头, 辉达AMD、 英特尔高通、 联发科苹果、 谷歌等公司, 都将陆续采用台积电3nm工艺制程, 例如, 高通骁龙8 Gen4、 联发科天机9400及苹果A18、M4系列, 都将采用N3家族打造。 其中, 高通旗下的骁龙8 Gen4会采用台积电N3E第二代三奈米节点制造, 以率先开始涨价, 相较上一代。 最新工艺制程, 报价激增25%, 预计将超过250美元, 这意味着骁龙8 Gen4价格, 会上涨。 根据高通发表的公告, 骁龙8 Gen4会在今年10月登场, 小米、 Apple、 Vivo、 iCo、 一家荣耀、 Ride My真我等, 都将会首批商用骁龙8 Gen4芯片。 供应链消息称, 去年发表的高通骁龙8 Gen3采购价格在200美元左右, 今年的骁龙8 Gen4旗舰平台采购价格或将超过250美元, 不过业内人士称, 这个涨幅在合理范围内, 因为相较于5奈米工艺, 3奈米工艺每片晶圆的成本价格大约涨了25%, 这还不包括整体头片数量、架构设计等环节。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也强调, 台积电工艺非常省电, 粮率又比较好, 若以每科经历来看, 台积电最便宜, 并承诺积极进步, 年年提升, 始终向客户提供最领先的技术。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